520总统就职典礼进入倒数 府方也公布典礼的细节 而为了防疫呢 这回没有邀请国外的外宾 也不办国业之外 不过来参加的人 还是会给予纪念品 像是提代礼盒等等 而相较于2016年 在正品上比较看不到国旗 今年几乎都可以看到 一整桌礼盒邀请函证件等 都是要送给参加 蔡总统520就职典礼的宾客 一眼望去 主色系很大胆用紫色 原来出自八年级设计师之首 主要是以紫色作为主色 是想说他以比较坚定坚毅 包容的概念 27岁的叶婷宇 曾经在今年帮总统5 设计过新年贺卡 还有2017年的国庆主事局 也是设计团队一员 比较特别的是 这次宾客的赠品中 几乎都看得到国旗 我们要怎么带出我们自信这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会以我们国家为荣 那以国家为荣的话 那我们就是以期之多的代表 所以呢就是每一项元素 我们都会放上国旗这样子 就职典礼上有国旗再正常不过 而今年碰上武汉肺炎 整体活动都有防疫感 今年我们没有邀请来自海外的外宾 今年我们也不办理国宴 所以它里面有虚子金 护手膏 还有干洗手 防疫也是蔡总统演说的重点之一 主轴是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八字真言 内容就从台湾防疫工作 延伸到国际情势 甚至有消息称会铺排民共关系 五倍期间 台湾在国际打响名号疫情之后 台湾更需要建构新定位 东森新闻 郑红森 张良浩 在台北报道